香港正值第五波疫情 政府在夜晚開始 實施六點後禁堂食兩個禮拜 飲食業界首當其衝 娛樂圈中藝人投資食店都無一行面 齊齊咬緊牙關告急 出路視低談俊彥 在土瓜環經營的西餐廳Focus 初開業的時候經歷疫情 生意幾乎癱瘓 後來腦筋急轉彎將店舖轉型 由他自己做生蕉牌招呼客人 帶走親民路線 都贏到一班捧場客 近月生意慢慢穩定下來 誰知再次因疫情爆發第五波 而令餐廳的經營出現問題 今個月對我的餐廳來說 是一個很沉重的打擊 因為我們主要靠晚視 和一些比較close的氣氛 譬如我們不限一張桌子坐多久 所以如果你說完全禁止晚視的話 對我們來說是直接要我們倒閉 但是我覺得上天對我們好的就是 因為南神廚房之後 我們有一班很支持我們的客人 我們會借這個機會 收拾一收間餐廳 去升級一些我們公司的設備 亦都去想一些新的菜式 希望疫情過後或者在新年的時候 可以有些新的東西給大家吃 至於出爐事後 還有林哈美 亦都在香港開設多間功夫點心店 近年幾番經歷疫情限制措施 平衡到依然立不倒 亦都曾經在疫事下擴張分店 面對今次的第五波疫情 微微就說影響一定有 不過比較好的是餐廳主力不在慢事 要看下外面可不可以幫補一下 一定要捱 只是不知要捱多久 又說一定會遵從政府的指引 見他黃埔分店、午市如常營業 都有不少食客幫襯 另外黃忠澤在尖沙咀 亦都有經營西式餐廳Oyster Mike 在損失晚食堂食之下 就唯有提早開店 由早上10時起 推出38元起的早餐 以實惠價格給下 因為都退了少許時間 因為晚事不能做 我們平時不做早餐 退遲少許早餐也試試 還有推出一些外賣的套餐 看看外賣那邊做些生意 至於陳豪位於尖沙咀 K11M的店鋪 Blooms Coffee 日間生意無受影響 依然客似雲來 而MIRROR成員Anson Kong 阿Jer 及ERROR成員肥仔合資 在尖沙咀開設的日式串銷店 Kageno Tori 開業短短半個月 就已經要經歷今晚食堂食 店鋪立即轉做午市幫寶 還向改不到時間食午市的客人推訂 不過那間店鋪獲得大批鏡粉支持 未開張都已經爆發月藥 相信就不會令到生意啞大跌 LAPS 升級之選 你裝了沒有 立即下載星島頭的APP Bloom Bloom It 串